来来 逸三兄 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 对 我就说 郑浩如果你选上市长 我们是假白兄弟 男女朋友可以 为什么假白兄弟不行 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你就是馈赠嘛 你不是接受建商馈赠 就是接受李中庭馈赠 我直接讲 李中庭这样也算馈赠 因为你们没有 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表示 你们有法律上 所以你们可以共居嘛 而且老师长 建商会租给李中庭 是看谁的面子 是看李中庭面子 还是看高宏安面子 他不是因为 那个郭董要选总统 所以他跟永宁基金会 里面的人交好嘛 是因为高宏安是市长嘛 所以这个关系 就是所谓的对价 或者是馈赠 我们就先不讲对价 因为对价是 所谓贪污治罪条例 那馈赠本身 就非常的严格 我已经说了 柯文哲市长 在市长室里面 连送土豆 你都要送到正风去报备嘛 你这些东西如果可以 那你又没有送正风报备 如果可以 你为什么不送正风报备 就是你在躲避 所有的这些溃赠的事实嘛 那你躲避这些事实 现在被揭露了之后 又在黑龙塞兜 把你男朋友李中庭 又弄出来嘛 那李中庭到底要背多少 我要讲的 李中庭的所谓的公积金 国会公积金案 他已经不背了哦 说我没有缴公积金哦 所以他没有被起诉 他不起诉啦 对 因为他不承认他 所以他怕这个另案 如果调查的话 我怕李中庭也有角色 我问你 你还要再背这条吗 你要不要背这条 还是你又背 又说那时候 有起诉的事实的时候 我就不是他男朋友了 所以我不承认这条 不是嘛 所以高翁安 有本事你做这些事情 你就有勇气自己背 不要再推给你李中庭 白手套男朋友了 刚刚的声明 除了部分成租 让他觉得很奇怪之外 我们来检视 这个合约的本身 来杰明哥 这当中我注意到 好像有写套房一间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要说白一件事 他今天公布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 他全部的版本到底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一栋一百多坪的房子 你出租的时候 你只出租其中的一间套房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很多的大房子 本身都有好几间套房嘛 我问一件事 有人这么出租的吗 你一栋豪宅 然后你只出租其中一个套房 其他部分都不出租 所以免费给这个使用吗 超级夸张 所以这件事情 怎么会只有一间 一百多坪的房子里面 只有出租其中一间套房 你不觉得很夸张 那请问一下 那客厅可不可以用 隔壁的卧室可不可以用 厨房可不可以用 浴室可不可以用 你告诉我啊 所以这个合约 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夸张 第二个夸张的部分是什么 他一个免租期 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成租 我跟你说 我会起始什么时候 一般我们合约处会 说一句话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始 中间时间 如果你要提早来 我再把你合约往前调 我不会跟你个免租期 而且免租期多久 也不知道 到底是免租一个月 还是免租两个月 免租三个月 我会这样讲 我们的听友 很多也是房东 你有这么佛心吗 通常我们说 免租大概15天 就已经夸张了 比如说我今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到这个地方来嘛 那我大概几月几号开始 我一定会出租 但是我通常说 那就15天 20天我给你缓冲 就上面的时间 看起来不止15天啊 我想这是 绝对颠覆 所有房东的这个观点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其实这里面呢 有可能没有猫腻 我再问一下 这边很多人是去租房子的人 通常呢 房东跟你说 5号缴房租 你会在什么时候缴房租 大概就4号5号嘛 你应该就不会提前到前面嘛 但是就说15号 你大概就是 通常都准时啦 就是1到5号之间啦 通常都准时啦 5号到期 大概就4号给啦 那很多的房东都知道 你什么时候就说房东 如果收现金的话 就是5号那天收 你也不会太早 他也不会太晚给你 他什么 这个上面写什么日子 写的是 不到上个月的29号 就去汇款了 佛心啊 你们要注意到 他的汇款时间什么时候 5月28号 5月28号就汇款了 人家说你下个月5号前汇款 你提前汇款 我严重回忆这汇款单是怎么来的 而且他只提供一张 麻烦你 每一个月都可以提供出来 让我确定 因为这个是单方面所提供的嘛 他也没有说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 这个李中平的账号是多少 我不晓得 他只提供的是收款的账号 那你就全部公布出来啊 4月5月6月 你既然记录就全部公布 你为什么公布其中一张 这一张是真的是汇款金额吗 我高度怀疑耶 因为只有建商的账号而已 虽然他有提供前面什么 20后面通路没有 但我不确定这是李中平的账号啊 你能告诉我那是李中平的账号吗 我不确认耶 而且你要给 就给我连续信的 你不要给我一张 所以这里到底是不是凑出来的 好 但是你知道 那是其他汇款的单拿来充数 我不知道有可能啊 确实有可能 因为日期不对啊 通常我们是房客 你会上个月就缴 你下个月的房租吗 不可能嘛 好 我再特别提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觉得 非常的毛骨悚然 因为所有公务人员在申报的时候 会申报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先生 还有未成年的小孩 但是李中平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李中平不用申报 那让我想起当时不是 为什么李中平 鸿海会给他五六十万 他说法是因为高宏安觉得 立法院薪水太低了 所以让李中平去收了鸿海的钱啊 好 那没关系 那是立法委员 现在你是市府的官员了 你掌握的是将近有一百多亿的预算 李中平不用申报 李中平不用申报 李中平到哪里去做任何件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这边跟我揭露一件事情 是李中平跟特定的某个建商 他租了房子 这个合约里面的依赖 但是重点事情是 他不用对他财产做申报 然后说什么男女关系 让我更毛骨悚然的 你男女关系 你竟然可以透过一个不用申报的人 跟你在一起 那我怎么不知道 李中平将来会不会是白手套呢 我打了好大户 所以我这个事情 我只用四个字形容 毛骨悚然 曾议员现在看起来 你们要这个监督高航安的东西 非常多 那我们看到除了车子房子之外 因为这个前文化局长 钱康明有最新的发文 他今天说他梦到党人财路 是什么意思 其实钱康明局长 他是政务官 个性比较率直 比较耿直 那他不安官场文化 如果是事务官的话就不会了 一般这个市政务 有很多采购案 大部分都是这个叫最有力标 那我手上就有两个案子 人家来陈情的 那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最有力标 他第一个就是省这个厂商的资格 他如果合乎的话 再进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产品的规格 那这两个都合乎资格的话 就是再来就是看价格 那我手上一个案子就蛮离奇的 就是说这两家厂商都合乎资格 产品的规格也都合乎资格 但是得标的既然是接近底价的 第二家厂商低于第一家将近两成的这个标案 但是那个采购程序事务官在经手的 他不会让你找到有一些破绽 但是我们钱康明局长 他不按官场文化 他上头民事暗示 他如果没有体察商议的话 就很容易挡到人家的财路 所以意思就是说要 通常上面都会有一些民事暗示 你可能要勾选哪一家 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事务官 他迎合商议的话 他的官位就会保 就保住了 那他的这个 今天这样等于说点出来了 后续有可能会继续爆料吗 因为他说再忍四天 他可能下礼拜911 他就要正式离职了 所以有人会说 那是一个可能是掀起新风协雨吗 这不无可能 不无可能 以高宏安的个性 他到每一个地方都 都会引起那个诸多争议 从支撤会从立法院 到现在新竹市政府 这个像八点党的连续剧 看得眼花缭乱 对 来清晃我们看到 现在是高宏安的连避嫌都不避 是不是 明目张胆 有可能官商勾结吗 刚刚曾云也提到了 钱康明所提到的一篇 他梦到党人财路 所以很明显有一些案子 是不是上头都有在关注 对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钱康明的脸书 发的非常的有趣 因为钱康明 其实前几天的时候 大家就在注意到他说 这个为什么安全下装 这几个字 你会在这你准备要卸任的时候 留安全下装这几个字 结果他没想到他的话呢 是越讲越明 什么叫越讲越明 他发的脸书讲得很清楚 叫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党人财路 各位 你要想说一个文化局的局长 新竹市文化局的局长 告诉你说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党人财路 请问以他局长的身份 要怎么党人财路 当然是跟你文化局有关的案子 你才会党到人家的财路嘛 所以你可以看 新竹市的文化局 弄上新闻的案子呢 在过去这半年里面 确实有好几个哦 至少有两个 让大家看到 他解约的理由就很奇特 什么叫解约理由很奇特 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的标案的部分 跟一些他解约的案子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 新竹市的湖畔料亭的部分 这个是在新竹市的历池 他里面有一个湖畔料亭 这湖畔料亭呢 里面可以卖 就是关于一些农特产品在里面 那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 他结束营业 新竹市政府说 这个案子考量公共利益 年底在公开招标 可是众将你知道美高在哪里吗 美高在于说 这个案子里面 文化局解约的原因 非常的调诡 什么叫非常的调诡 第一个 这个他解约的原因 他先说 第一件事情先说 这个厂商呢 从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期间 纾困了两次 那意思就是呢 这个厂商有受疫情的影响 人潮比较少嘛 那所以众将你想一件事 那对厂商来说 疫情的冲击是在什么时候 2020 2021 2022 当时受疫情的关系 人潮都比较少 这是第一个确定的事实 第二个 市政府为什么要解约 市政府解约理由 两个哦 哪两个 市政府解约理由 第一个说 这个厂商呢 跟我们配合的时候 有 时常有发生 行政作业延误的状况 如果他经营状况良好 发生行政作业延误 请问这是重要的 这个解约的理由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嘛 第二个来 他要解约的原因说 这个考虑到国内物价涨 租金市场行情呢 已经跟这个 跟厂商订约之前呢 已经不一样了 意思就是租金在变涨了啦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个公共市府考量到公共利益决定 不跟他续约 我们要涨租金 要把它涨上来 这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厂商 2020 2021 2022 才受疫情冲击 2023 终于一切要好转的时候 那这厂商呢 这挺得过这几年的时间 那市政府说 这个时间点呢 第一 你过去行政上呢 有些东西延迟 第二 我要涨租金 所以我要跟你解约 你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 你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 他经历三年的疫情期间 不赚钱 甚至亏损 然后呢 市政府说 那现在开始我要涨租金啦 因为租金越来越贵啊 物价在通货膨胀啦 所以我要跟你解约 请问这说得过去吗 理论上 他应该是有优先的 这个续约权哦 所以这个案子 那我请问你 这有没有调诡的地方 有嘛 外界当然觉得 这案子有调诡的地方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案子呢 是新竹市呢 影像博物馆 这个影像博物馆呢 业者提前解约 那新竹市的影像博物馆 在新竹市的老城区里面 那他也被当作是 林志坚在之前的政绩之一 好那问题来了 这个新竹市的 这个影像博物馆呢 厂商说我们要解约 那我们要解约 当时新竹市民 有人在感叹说 这个高宏安 好像在逐渐消灭 前市长林志坚 花八年建立的政绩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影像博物馆 他要做不简单嘛 所以他的权利金 市政府要他缴权利金 相对是比较低 很便宜的 我记得好像 只有几十万而已嘛 好这么低的权利金 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 这么低的权利金 生意应该会相对比较好做嘛 至少不会主动要解约啊 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 既然是厂商主动 告诉市政府说 我们要解约 所以当时你注意看 这一篇新闻怎么写的 当时新闻下面写说 业者会提前解约 外界认为恐怕也是 受到市府相关的压力 所以不得不做出 这样的决定 所以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这两个案子 都有吊诡的地方 但是省市 新竹市文化局的标案里面 有一些还牵扯到工程 预算比较大的 像儿童探索馆的部分 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敏感的部分 所以呢 对于这个钱康明所讲的 党人财入 这四个字 究竟是哪件事情 党人财入呢 我觉得未来 随着钱局长 如果他要讲的话 可能在这里头 还有很多猫腻在的地方 的确 易三兄 如果说连钱康明都扛不住 看起来 他是扛不住 所以才离开嘛 那意思就是说 等于那些厂商业者 可能是直达天厅咯 是由市长来决定 我到底这个案子要给谁 是这样的一种 官商结合的关系吗 对 高宏安一人得到 民众党鸡犬升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为什么 刚才讲 钱康明文化局的前副局 已经要说钱了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 11号就等于是礼拜一 他就正式离职 离职之前 零去秋波 保护都宽宽的 都准备好 他们证明自己 没有带走任何一件 所谓的市府的资源 而且临去秋波说 他党人才入 党谁才入呢 我可以点名 民众党的发言人徐先晴 你是不是挂在文化局 民众党的议员参选 李国璋的哥哥林宇 李元璋 八月离职了 但是之前是不是在文化局 这些所谓的鸡犬增天 都变成高宏安 在文化局里面的监军嘛 监军干什么 就是文化 市长要什么 这些监军 就逼局长做什么嘛 这样子哦 这才是钱康明所说的 党人才入的这个根本嘛 所以这刚才讲的那些案子 我觉得正风处 这些调单位都要开始查 因为已经有人检举 前康明前副 前局长已经检举了 相关的人等 这些人都在叫做 也有案件的发生 这些人都在所谓的 党他们的才入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 事实的揭露的时候 是不是检调单位跟正风处都应该去查 这些事情到底可不可以 我说唯一个人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这个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你觉得高宏安做这些事情可不可以吗 你累积八年 你坐了八年的公车 你营造一个公车市长的形象 结果你八个月的高宏安做保时捷 你可以忍受吗 柯文哲你可以忍受吗 这反差很大 以前我们以前在市政府 至少前两年 我在市政府顾问室的时候 我所有市长是接受的馈赠 包含从北港送来的偷刀 连偷刀都要一一申报正风处 柯文哲市长 高宏安有八台名车 住别人的豪宅 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叫做接受馈赠吗 所有的记者明天可以去问柯文哲 你觉得高宏安这样做是符合你的青年执政吗 这很简单嘛 为什么是跟建商有关 还有包含私塾挺 我们讲到民政局长 直接坐直升机 直升机到从所谓的发言人 变成这个民政局的局长 他的老公就是建商嘛 这些建商的利益 他提供的坐车 现场里面有没有监听 里面有没有监视 房子里面有没有监听监视 这个才叫做市长的安全问题嘛 为什么说公务车的安全非常重要 因为包含司机跟你的随行秘书 都必须保密嘛 为什么必须保密 因为所有的市长在车子里面讲的事情 都跟所谓的市府的包含标案啊 包含所有的建设啊 都有关系什么土地变更啊 这些都有关系的时候 如果一个建商所提供的坐车 他可以知道这些资讯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现在说的 坐有人的坐车 有人的坐车 有人的司机耶 难道司机是你的司机吗 一定是有人的司机 有人的司机去告诉建商 杨林一爆料是那个张碧琴的弟弟啦 对 所以你现在你所有的市府的机密 在车子里面都被人家掌握住了嘛 所以这为什么说公务车的重要性在这里 不只是说有没有接受馈赠的问题嘛 所以他应该用市府的公务车才对嘛 对嘛 就是说公务车它有保密的一个机制在嘛 至少我在公务车谈公事的时候 我会的 我的司机是公务人员嘛 所以这些事情才叫做公务嘛 那现在最大疑问哦 那显然他是没有警觉性吗 还是就公然的跟建商就是这么往来密切 根本就是完全结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怀疑跟建商的往来密切 有一个大秘宝 这才叫做新竹市的大秘宝嘛 两个月前所谓的大新竹车站计划 高宏安为什么把它撤销 将近100亿的前瞻计划 其他县市政府争取到 要争取都不一定争取得到 那现在新竹说不要 民事间争取到了之后100亿 竟然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要做什么 因为牵涉到 要做都更吗 因为后车站本来要办 因为如果你是大车站计划的话 他会是公办都更 公办都更建商就无法介入嘛 就是市政府介入 大部分获得的利益 就会变成是公共建设嘛 停车场啊 公园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自办都更 变建商介入的情况下 建商要的就是回馈的坪数嘛 我回馈的坪数 不止100坪啦 高宏安你只输100坪 至少都上千坪 上千亿的一个 所有的都更的一个利益 这些利益可能都被这些建商所掌握嘛 所以才要高宏安停止所谓的 新竹大车站计划嘛 这个东西我只能怀疑 但是检调一定要停 也拜托议员 这个牵涉到所有新竹市民的利益的问题 绝对不能放给高宏安 这个可能已经即将卸任的市长 胡搞瞎搞 所以显然这个当中问题非常多 特别是他已经涉滩了 在这个开庭都还没有开始之下了 现在有可能在涉及另外的贪污案吗 来 瑞德哥怎么看 这个钱康明局长所爆料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党人踩路 这又是在暗示些什么呢 包括新竹地检署 包括廉政署 可能都需要动起来了 当然也包括新竹市的 这些相关的议员 可以提出检举等等 我告诉你 这个钱康明 为什么说全案 应该要进入司法调查 钱康明文化局长 因为他是个文化人 文化人跟一般做官的人 不太一样 做官的人 就算你叫我走 那么我就算被请职 我屁的梦就算了 你知道吗 我就这样走了吗 文化人不一样 文化人有一个傲骨 有点骨气 所以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到时候 整个把你压出来 他今天在脸书上面写到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党人踩路 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梦 大家都知道 只是个托词 梦到党人踩路 表示他真的 有人要把手伸进来 而他因为这样 他暗示自己 因为这样去职 所以这件事情 非同巧可 那么我也不管 这个回建筑 里面有多豪华 里面有什么方寥室 有什么东西 我都不管 我也不在乎 有钱人 因为我到处的去 五千万里 那家里的事情 好给人 我也不管 那么这个 Infinity 从三百多万起跳 然后呢 凯燕 从三百多万到九百多万都有 然后呢 包括B&W等等的车子有多名贵 装潢怎么样 我也没有 我也不在乎 有在乎的人去买 他去坐 问题是 为什么 又发生在一个新竹市的首长的身上 很简单 我只只要要求查明 年龄规范是五百到三千嘛 当时为什么会有个三千 是因为教师节送老师礼物 然后呢 中秋节送很多 这个相关的礼物呢 那公务人员啊 那不是很麻烦 退来退去 到底怎么样 所以最后认定是三千块 本来认定是两千块 后来认定三千块嘛 我问你 高宏安新竹市长 一个月薪水十五万 对吧 为什么还要扁八万 让你去造出 为什么还要扁 钱让你去买车 还是说这个 算是租车子 我告诉你哦 我们的县市首长啊 包括六都跟其他县市 这个租 相关用车是有规范的 跟我们中央也是一样 中央 我们中央的部会的部长 只能买两千五百cc 以下的这个等于车子 然后呢 市长是两千cc以下 一几百 包括徐国勇 徐部长 以前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 相关的国产车嘛 他有一定的规范 而且几年后才可以换嘛 那现在来了 这些人 那么 无偿的 如果说无偿啦 为什么 我说的是车子啊 无偿的提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说 刚好晚上为了体恤 这个司机 所以都是晚上 都私人行程 所以请朋友帮帮帮载 人家朋友也会觉得很烦啦 我们又不是没有朋友 你一天到晚叫朋友载了 朋友觉得 你这个新的市场很奇怪 每天一天到晚叫我这个嘛 你也不可能在老门打车 搭便车 不是嘛 更何况 这个等于说 钱康明前局长 前文化局长 他都已经说了嘛 大白天的在跟儿童有关系的 你那个凯燕黑色宝石鞋 再来以后 秘书先下 还在那远一点的地方 才换你下 那欲盖弥彰 不想让人家知道 不是这样吗 所以呢 事实上 你们是谁提供你这些车子 你不知道要避瓜田里下 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的钱 为什么一个月薪水十五万 为什么房子租金 给你新租市场八万 为什么买车子 租车子 汽油费司机 这个就叫做跟司法官一样 养联 希望给你这样子 一个月几十万 他们都养家 几十万了嘛 希望你养联 你不能贪污 所以呢 才给你这些这个待遇嘛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瓜田里下 你不知道避嫌 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身份 你不知道要避嫌吗 一借不娶 你不知道吗 连一毛钱都不应该拿 你不知道吗 就算人家免费提供 都不可以 我们要避开 免费提供 你包括哪怕是车子 哪怕是这个的 连去招待所吃饭 八八会馆都会吃出问题来啊 所以呢 事实上 身为一个新竹市的市长 你怎么会连这个最基本的事情 都不懂 赖清德万里老家的话题 现在让赖清德网路声量第一 但是有人在操作 带风向吗 新北市府这次展现极高的效率 在消息曝光之后 迅速认定是违嫌 那后来是有改口说 申请就可以认定合法 后来态度又转为强硬 说违嫌就是违嫌 重申认定 这个赖清德老家违嫌 从来没有改变 还批判这个民进党 别不懂装懂 还指控着逃漏税 还有财产申报不实 来请教正好 新北市府这次的表现上 觉得很讶异 也照理说连好像不知道有没有会刊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态度 确实如此 新北市政府一如既往的是 侯友宜的猪队友 简单的事情处理得很复杂 上次叫侯友宜 一堆这个人跪在侯友宜面前 叫记者来拍 侯王登基笑他们一顿 这件事情有就没有就没有 赖清德态度是很清楚的 完全配合新北市政府 对说你要怎么认定 就新北市政府礼拜三一日参变 一开始变 新北市地震局指出 认定该建筑物是矿业用地 已经属违法了 会来依区域计划法开发 这新北市政府一开始态度 哇很硬啊 新北市政府讲出来后 大家哇很多来音支持者 就是很兴奋啊 哇终于要拆到赖清德老家了 结果呢 后续说明 中午郭又说 经查该门牌 无死照监物登记税集 但是呢 比照空照图 98年6月25号的寄存文件 属于98年以前就有的 所以呢 不会裁罚 这第二讲话 第三个 稍晚正式声明 到礼拜三 傍晚的时候又说了 由于建筑物所在的那边啊 是70年2月15号才发布 实施北部区域计划 才开始实施建筑管理 如果可以证明 这个房子是在民国 70年2月15号就存在的话 这个房子可以申请为合法房屋 好 那你法规确定后 赖清德这边就开始告诉你 什么 第一个 民国62年就有门牌 对啊 早于70年 对 第二件事 这个嘛 这个报纸嘛 对 早就存在了 对 这个报纸最新的嘛 当年万里煤矿的这个惨剧 这个罹难者跟地址都写出来了 对 那个时候呢 比民国69年还要更早 还要更早 那是大概是至今 6162年 以前 因为赖清德两岁时候 父亲发生这个状况嘛 赖清德副总统现在63岁 所以百分之百 第一个房子在70年前就存在 对不对 对 我说房子早于法规嘛 对 早于法规的设定 那个时候你去要求没有意思嘛 那时候是怎样 一个矿坑嘛 工僚 那些矿工在旁边弄工僚嘛 对不对 而且还不知道赖清德 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找到最早证据哦 你还不知道往回推赖清德的爸爸 的父子辈有没有在这边住 那时候连中华民国都没有 日据时代 日治时代 对不对 所以你去讲这没有意义嘛 好 旧法规论法规 民国70年前以前 这房子已经存在 二 有没有扩建 有没有增建 有 什么时候 92年 是早于民国95年的 所以请问 你西北政府有什么 哦 一个哦 这叫做寄存违建 那违认了嘛 你就是去跟乡下人 去计较这种事情嘛 对不对 计较这种民国70年以前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哦 新北政府也没办法拆 也没办法排 也没有办法罚 那这件事情 如果新北政府一开始就很清楚 依法论法 经查 这是在95年 98年6月25号以前就存在的 也是在70年前就有罚门牌 所以呢 怎样怎样 公事公办就没事了嘛 新北政府也没有说要拆啦 就是你只要来申请 啊符合就认定合法了嘛 公事公办就没事了嘛 对 为什么一开始要建立信息 好像哇 找到了 还说什么 旷业用地 以属为鉴 要依地政局 依区依计计划法开罚 对 就是你是不是这种 搞不清楚状况嘛 对 你反而 你看绕了一圈 证明什么东西 证明赖气的家真的很穷 对 一个在万里山上的公僚 对 另外侯友宜在阳明山上 对不对 九十几户房子 对套房子 对不对 对 对 一个民国六十几年的老矿工儿子 是 一个年收两千多万房租的包租工 对 你绕了一圈子 证明赖气的真的是矿工之子嘛 对 其实有什么意义 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我先给大家看 就是我去过他老家 这是他老家附近的矿坑 那一次赖父他没有讲到他父亲的事情 但他想说他小时候看过矿坑灾变 然后大体就拉出来 排一排在外面 他从来不说他家里头的 他给我们看他的房子 就说以前很老旧 那兄弟这样来反修 我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是最新的民调 我觉得新北市政府 你们真的可以不用再当打手了 真的不要再这样政治操作 来美利岛最新的民调 戴京德前几天上一波不是跌到35点几吗 最新民调38.8%上来了 为什么 大家会去比较 比较什么 一个矿工之子 赖父应该是出生两岁的时候 父亲就罹难了 走的时候才三十几岁 母亲含辛辱苦带到他们 他一路刻苦自立 自立自强 他没有金汤匙 然后他不管当国大代表 当立委 当市长 乃到行政院长 到副总统 他一生洁身自爱 他洁身自爱到什么地步 他为这个穷人 或说他夺有这个爱心 我就来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名叫上升 除了让大家知道他是矿工之子 他真的是了解贫穷人的痛 他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名义那么高 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过他的出息 各位 赖清德 他捐了多少钱 我是好奇人家转给我 看那个报道 你知道历年来 他可能捐超过两千万了吗 你想象得到吗 一个矿工之子 出生在一个平寒家庭 2014年他有名的五步嘛 不插旗嘛 什么不宣传嘛 不刊广告这些 他把证管补助款 那个证管补助款应该都有 都有上千万以上了吧 他除了三分之一是要上缴党中央以外 他其他三分之二他捐出来 当公益 再来再看看 然后呢 你再看看他加上他当市长院长副总统期间 灾难的时候他就捐月薪 十几年来持续捐款 台南的家福中心 你知道持续捐款家福中心多少钱吗 五百万 然后呢加起来超过两千万 我要比较新北市政府 你们这些做的目的 难道不就是为了侯友宜的选情吗 但是侯大市长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今天要出来竞选总统的 你能不能 我不要求你捐款 可是你能不能真的体却一下贫穷的学生 你去看看 你看他的这个什么凯旋院 改名的凯旋院 各位你听好哦 他最低租金是一间 一万月租一万六千元起跳 房子多大呢 告诉各位5.5平 中价那等于一平是多少钱 一平是三千块钱以上 你告诉我 在台北市哪个精华地段的住宅 或者办公室会一个一平租金要三千块 你有听到吗 没有 但是这是新北市长 侯友宜侯市长 你对待文化大学 私立大学的学生学费就比较贵 还是赖富提出来说要补助私校学生学费 一边是赖富在补助学生的学费呼吁 一边是你在那边当包租公月租公 你一个一年的年租金 大家算一算大概一百六十四万以上 然后新北市政府 你们拿着六十几年前就盖的房子公寮 明明六十几年前请问如何有建造 然后请问一下 在以前有分区规划吗 没有 就是一排矿区在那边 还有人在放话 好 你们说这就违建 还有人放话说 你这个就违反分区使用 我们就说那时候没有去预计化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请问一下 不是只有瑞芳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万里这个地方 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矿坑 现在都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悬崖勒马吧 新北市政府 来我们这个国民党新北市议员 陈伟杰加入我们讨论 来伟杰兄 怎么看新北市政府这次的做法 这个好像觉得速度非常快 马上认定违建 但是后来又说 可以这个补足文件 认定合法了 那显然这个房子应该是不用拆 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早于法规的设定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的 这个解读新北市政府 我想新北市政府如果速度不快 又说他怠惰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按照一般的常规 他的速度去做一个判定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要分成两个层子 第一个 你在土地的使用分区上 他也告诉你 就是说新北市政府 他一开始新闻告诉大家 这个土地是属于这个矿业用地 所以他有说他会折旗 再跟经济部矿业局去做限定一个会刊 这第一个 针对第二个建物的部分 他也告诉我们 这个建物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他没有去补登记 所以他不是违建 但是因为你没有登记 你就是违建嘛 所以他告诉你说你来登记 我就不会认定你是违建了嘛 所以就是说他告诉你 第一个 98年6月25号之前的 这个既存的违建都属于合法违建 这第一个 第二个在70年的这个2月5号 这个公布这个北部区计划法之前的这些建筑物 你只要能提出证明你存在 你就不是违建 真结底就是说 赖副总统现在这件 他没有去做登记嘛 只有门牌是不够的 门牌是不够的 很多的工僚或是工厂都有门牌 那个都不是 所以他只是一个要件之一 所以我说西北政府 他也不是成为这个政治的打手 如果要成为政治的打手 魏药案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的 我还是必须老实告诉大家 所以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你只要按照这个时间点 去做登记就好了 那你现在就是 他告诉你赶快补登记嘛 你只要提出证明说 我这个房子在民国70年之前就存在了 我就让你补登记 你就合法了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说 不要说西北市政府 要刻意说什么成为政治打手 我认为不会 对我收到的讯息 就是这样讲的 因为还没有会刊嘛 只说还没有会刊 矿业用地 这个部分还没有会刊 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比如说新竹市府也还没有认定 他先查一下嘛 这个土地的使用就是矿业用地嘛 那死不死于矿业用地 他要跟经济部矿业局 去做现场的认定嘛 这是土地使用的部分 建物的部分 他就告诉你了嘛 建物是工业公务局嘛 土地是地震局嘛 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所以大家就觉得 西北市好像物地 自己改股 自己改股 不是 所以我最后还是比重一点 对 你都知道 在我重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